陆路交通局今天起在全国各地展开旅游巴士取缔行动 那今天早上在雪州加拉大道的行动当中 执法人员更是发现了有司机吸毒 还有司机根本没有驾驶执照 我们马上连线在现场的本台记者林小彤了解情况 小彤 这场取缔行动发现了多少的违法行为呢 是的 薇薇 我现在是在陆路交通局位于加勒大道旁边的这个俄麦执法中心 那当局从今天早上六点开始呢 就在俄麦的收费站设置了路障 把所有经过的这个旅游巴士还有旅游客货车 全都带到这个执法中心来仔细的盘查 那和陆交局一起行动的国家反毒机构的一名官员呢 刚才就告诉我们截至早上十点半 当局发现了三名吸毒的旅游巴士司机 其中两人的这个尿液检验结果呢 是对大麻呈阳性反应的 另一人的尿液检验结果则是对冰毒呈阳性反应 当局已经马上逮捕了这三名吸毒的司机 另外陆交局执法组高级主任 莫罕默基菲里刚刚在记者会上呢也证实 当局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执法行动中呢 就发现了两名的两名的这个旅游巴士司机 跟这个代驾司机代驾司机呢是没有驾驶执照的 我们来听听看基菲里刚才的这个汇报 是的 基菲里在记者会上一再的强调 旅游巴士司机没有巴士的驾驶执照 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所以当局马上就扣押了涉及的这两辆旅游巴士 直到这个旅游公司派出合格的这个司机来替代呢 才会放行的 那截至今天早上9点 当局在这里一共是盘查了21辆的旅游巴士 还有这个旅游客货车 除了说要检查他们的这个准证 车险还有这个路税之外呢 当局也仔细的检查了交通工具整体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稳固 那最终呢是确认所有被盘查的这个旅游巴士 还有客户车呢 情况是良好的 可以安全上路 所以在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检查之后 也就放行了 好的 薇薇 以上是我在这里掌握到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先把时间交回给你 好 谢谢记者小彤 从旅游巴取缔行动现场为我们捎来的第一手消息 紅油 最新的资讯